簡單介紹一下5100冰川礦泉水 第一,我們5100冰川礦泉水 真的在西藏5100米的水源地 在當地我們的廠入瓶 直接在那裡入瓶的 全部自動的包裝線 是德國Cronus 全世界最快的 在貫裝線,包裝好之後 然後幾千里路運到香港 香港是最近2月開始銷售的 就是在香港銷售四大天王 七十一,OK,惠康,百佳 VANGO都有,全部都已經在賣 另外還有些藥房也很好銷售 因為我們的售貨員 從開始一直這樣銷售上去 那麼我們這些5100的水呢 是中國政府保護 屬於最保護的地區的水源 你知道中國的水呢 很多人都說中國的水呢 會不會不乾淨啊 所以我們的水呢 其實是在最偏僻最人小的地方 最乾淨最優美的地方 還有這麼高的地方 來採這個水源 我們驗的水呢 是2013年 我們是在全世界 Global Water Congress 的水的做參加競選的時候呢 是voted我們被選為全世界第一 最好的水呢 參加了水呢 有很多其他國際的品牌 就是Ewan水啊 Jerk巢啊 飛濟水啊 Boss 挪威的水呢 都是被我們贏到的 是贏頭獎 2014年呢 就是贏了我們的水的包裝的頭獎 就是我們這些Diamond那種 水箱 或者你可以拍一拍 給你們公司或者消息的人看 所以呢 我們的水呢 不僅僅是質量第一 和包裝第一呢 而且我們的銷量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還說回5100就是5100米的意思 5100米呢 你知道水向低流呢 越低就越污染 對不對 人啊 動物啊 工廠啊 各種不同的污染呢 所以下來 珠江的水 或者是上海 出海 去太平洋的水呢 去到水尾的時候 是不可能是乾淨的 我可以說 所以呢 不可以喝低地方的水 你說蒸餾 蒸餾的水呢 其實都是因為污染才需要蒸餾 我們這些水是沒有蒸餾過的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蒸餾的意思呢 譬如你說 去珠江沙漠洲來香港喝的水呢 你是要全部蒸餾過才可以喝 你故意名思義呢 知道它為什麼要蒸餾 因為那些水已經是變色了 不要說裡面有些什麼 蒸餾是一個很aggressive的過程 所以呢 我們這些水是 漁裝 鋪 本地西藏入水 運到這裡 還有一個我想提一提呢 我們的廠是最新進之外呢 百分之九十二的廠裏面的工人呢 是西藏人的 他們的工資呢 是比當地人呢 高了三十至四十補 所以我們是提高 方地的人民的生活水準 我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還有呢 5100呢 是參加了很多製貧啊 教育啊 救災啊 各種運動 所以呢 我們對這一方面 我們都很重視的 你要想想 5100西藏這麼高的地方 那些人做到什麼 除了是洋啊 那些這樣的呢 是沒有職業的 他們的牧羊維生呢 就是剛剛自己養的幾隻羊啊 自己養的牛啊 那樣就是維生 所以沒有什麼耕種 沒有什麼職業的地方 在這麼高的地方 所以呢 我們給了他們一個 長期的工作呢 我們請了幾百人在這個廠裏呢 是對他們來說 是升了他們一年的收入呢 三十至四十個會的收入